彰化县政府于2日上午在鹿港龙山市举行 鹿港庆端阳系列活动启动龙王纪指角仪式 由彰化县副县长林田傅代表县长卓伯源指角 并请示观世音菩萨及龙王尊神 则定4月26日为2014鹿港庆端阳龙王纪活动日期 今年我们特地选在农历2月2号龙抬头的日子 来向我们龙山市观世音菩萨还有龙王尊者请示 然后今年我们鹿港庆端阳龙舟纪的日子 则定在农历3月27号也就是国历4月26号来隆重举行 这是我们今年鹿港庆端阳开始的日期 当天除了会有龙舟典金传统采接的游行活动之外 还有很多的我们龙特产品的展览 以及各种民俗产业的活动 还包含了我们的产业博物馆的系列的活动 欢迎我们所有的好朋友共同来参与我们这一次的龙舟庆端阳的活动 与会贵宾还有龙舟委员会主任委员林盛哲议员 县议员图淑媚 陆港龙山市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施辉雄 陆港正名代表会主席许志宏 文化局长田飞鹏 县府教育处长张机遇及地方士绅等人共襄盛举 这次的龙王寺可以说经过这个成功来 在那里一看 就说今天这个日志小学 一路面团 我们说龙台多这个活力寺 我们请了我们副馆长来 跟这个龙的关系的互申 来清晰 他有说这个龙的龙立 龙立山的女生 这是龙的女生 是一個很好的時候 現在說 今年我們超過三年 這個吉安水道 這個龍舟競賽 能夠緩緩成功 在這個關心的座民頭前 來擲這個杯 選擇這個鼓勵三月二十 未時星期六 來起興這個龍王季的開始 我相信 在新的主委 新的氣象 跟我們原有的 我們六港公所 又包括主要是 我們中華管經副團隊 希望說可以把 今年這個龍舟競賽 可以辦得非常完美成功 當然我這邊也會完全大力支持 也會集合到我們這裡 所有的社團 所有的義工們 大家共同 把我們這個龍舟競賽 把它辦得最完美 讓我們這裡所有來賓客 我覺得 是至高無上的回憶 龍王季為 陸港清端陽系列活動之啟動儀式 每年農曆五月 於端陽龍舟下水前 均會恭迎龍王尊神遶境 並迎同水仙尊王 前往龍舟競賽場地 是全台特有的民俗儀式 公益頻道林俊明陸港採訪報導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